为了提高民众反诈意识 有效杜绝诈骗案件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总动员 不仅四处宣讲 警察局长廖迅城 还亲自到凯博大宽民权林有线电视 录制防诈骗宣导影片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 全面施诈的工作上面 应该讲说是全体总动员 那我们除了跟市府的各局处 然后做合作 到各相关的场所 能够去做宣讲之外 另外我们也利用 电子传播或者是电视广播 这些媒介 然后推播我们所录制的 防诈骗的录影或者是影音 来防止民众来被骗 新北市行大队长肖瑞豪 和卢卓芬局长林全峰等人 也透过凯博大宽民权林有线电视的 透视近距离节目 以轻松对谈的方式 剖析目前常见的诈骗伎俩 并教导民众相关的防治策略 对于凯博大宽民权林有线电视 长期配合政府各项政策宣导 警察局长廖迅成给予高度肯定 非常感谢凯博大宽民权林有线电视公司 平常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个社会责任 还有对社会公益的一个关心 同时也对我们警政工作的支持 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我们希望防止诈骗 凯博大宽民跟警察 大家一起来 警察局长廖迅成呼吁 民众若接到陌生电话 或诈骗讯息时 一定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 这句口诀 也就是听到诈骗关键字 就挂断电话 并且立即拨打165查证 以避免受骗 记者伦红采访报导